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事實上這個詹老師是有個經驗 就是說其實你要能夠上到即時新聞 你還真的有一點份量 人家願意登 那包含其實靖平啊 志偉啊 也經常遇到很多藝人主動給新聞 那新聞鳥到你都不知道怎麼發 那你是因為菜鳥不知道 對 去什麼 看法王 紅椒法王 貝諾法王是非常尊貴的 他來台灣在六年前的時候 辦了一個大的法會 那能夠去的人有限 那能夠親自給他灌頂 加持 這個哈達的都非常不容易 親自 那時候我就有這個緣分 也帶了兩個藝人一起 也帶了記者一起過去 私下跟他見面的 這是莫大的 對我們來說是莫大的輸入 有什麼拍照 就當時有拍照 合照 合照 也讓那個記者跟法王合照 第一張 第二張是我跟藝人還有法王 四個人合照 第三張是我跟藝人三個人合照 第四張是藝人兩個人合照 我回去很高興 那時候還在摸索這個媒體 跟家人講明天趕快買個六份 爸爸要上報紙了 叫我哥哥也買個六份 好好看一看我的內容 如何跟宗教界結合 能夠大方異彩 將來勢必這個報紙報導之後 心路大通 對不對 全家都驚喜若垮 哇 爸爸要出名啦 誰贏回來 馬上要出名啦 回來回來回來 張維中回來 然後後來呢 第二天一看 有報導 是爆那兩個藝人而已 沒有法王的照片 也沒有法王 因為法王不曝光 也沒有我半個影子 那時候我心裡有點傷感 現在的我 不是我成名 我還是要學習 只要接到記者電話 我反而害怕 現在是沒有新聞 才是最好的新聞 一定是問鄭弘一家猜了沒有 美人姐婚姻怎麼樣 或是高齡峰的婚姻怎麼樣 那問的都答也不對 不答也不對 當然怕啊 現在沒有事 好好的 工作就好了 真的 來看一下這個林書豪 林書豪今天有回來嘛 你看這個標題是這樣 林書豪對鏡頭揮手 我回來了 林書豪平易近人空服員說讚 林書豪三度訪台身價不同 林書豪登台 今年亞洲首場公開活動 雲火箭千天價合約以後 林書豪首度訪台 林書豪練球 脖子掛毛巾 手拚 藍白球鞋 這也是標題耶 美人今天帶了一條很優雅的領巾 如果你要用這樣的角度 其實是一樣嘛 沒有 我們沒有那個資格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喜歡看林書豪 所以你只要下林書豪的標題 什麼都可以上 可不可以講 沒有應該講說 現在特別是電子媒體 它的標題都要很直白 你太像平面媒體沒有feel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時候你看電視新聞 它的標就很口語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座人 老實說 你要講新聞這都不是新聞 你是說 對啊 那當然是看這個人啊 那當然林書豪回來是個新聞 而且其實很現實嘛 你如果說報紙寫它 點閱率高那就繼續寫啊 那電視台就是看收視率嘛 如果林書豪回來一出現他的新聞 收視率就是掉 那就不會一直做啦 還是會做只是不會大做 所以那個歐陽你寫到200 口袋找到200塊寫的這個記者 應該那天有拿到獎金嗎 因為有50萬人次的點閱率 他們曾經研議說這個記者 如果說他的這個寫的即時新聞 如果衝高他的網路瀏覽人次 跟他的這個流量的話 是不是可以按照香港的做法 有一些分紅的獎金 可是後來他們那個媒體 他們家那個工會 他就去跟報社表示抗議 應該守住新聞的這個 倫理價值和道德原則 就是說你這樣是不是 惡意鼓勵記者 因為他們你知道他們 香港是這樣子 他們就不像台灣這樣子 對他不像台灣說 像香港這樣子 如果說你鼓勵記者 衝那個網路瀏覽人次 動輒30萬人次 50萬人次 100萬人次 那以後報社公司根據這個 誒 那個靜平或者詹老師 你寫的多 然後這個你100萬人次 我這個 那個每一則新聞 其實都會有廣告耶 他會跳出來一個廣告頁面 所以你要去按那個叉叉 把它削掉再去看那個新聞 那那些廣告呢 他的廣告的這個業績 廣告的經費 是不是分紅給這個寫稿的記者 所以後來工會還有算 有新聞倫理這個道德的這個堅持 他們的原則立場 就跟報社說 你這樣子變很像 鼓勵記者發廢文 或者是讓這個新聞工作者 變成往往在取巧 寫這種有的沒有的這樣子 所以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你要跟我們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剛剛那個洪玉大哥 講到那個電視台標題 我說這個很 因為你電視台跟網路 還有包括那個報社也是 都現在都球快 要打到那個網路上 都告訴他最新的訊息 這個是之前有一家電視台 那個紅仲秋案 不是有白山君走上街頭 你看看他下面打的 一千八百萬人上凱道 有沒有看到 我忘了 凱達跟那大道可以容納 這已經全台灣人都去了 對 可以容納一千八百萬人 應該是萬人寫錯 應該是一千八百人 沒有 他是六點 對不對 他是六點 然後一八零零 一八零零萬人 沒有 這個是他打錯字 一八零零啦 六點萬人上凱道 他那個一八零零 那中間要一八點零零 茂號 茂號 所以這個當然也被網友在瘋傳說 這個也是一個烏龍 還有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 這個點擊率特別高 一八零零萬人上凱道 你再看一個 當時在講總統大選的時候 宋楚瑜出來選有多少實力 說本來在講說有120萬票 結果寫他拿了連署書 然後民進黨那時候是開記者會是講說 然後估他有120萬票選 120票的實力 我有看到這個 我那時候講說 120票可以講實力嗎 這不是小看的宋楚瑜的嗎 你講120票 當然結果他也不只120票啊 所以其實媒體在搶快的過程當中 就會出的 還有甚至我覺得他那個報色有點瞎 這個是暴色網路版 這個記者寫稿的記者你仔細看 然後但是他的標題卻被編輯台打到他那個標題上 他講那個記者XXX然後呢 反昭有墜樓 反昭有踹墜樓 然後墜樓王 他那個是那個媒體的記者 可是呢 他要寫的是一個彭信的死者 是一個彭信的死者 結果呢 編輯台他把他的記者名字就放到上面 記者黃美珠咧 對啊 你有沒有看到 他墜樓了還能寫新聞啊 那最近這少年叫做姓彭 所以很多網友就寫說 這是靈異嗎 自己寫自己的新聞 那這是一些報色在網路上 他們求快的一些錯誤 然後提供 本來想要提供正確的消息 但是卻誤打誤撞 比如說把這個記者的名字 放到他的標題上 變成這個記者好像被那個朋友踹 然後從五樓掉下來死掉了這樣 這其實有點 如果有一些人會介意的話 是觸眉頭的 當然這事都不是惡意的 所以常常在搶快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志偉有遇過天兵記者嗎 有真的太多了 就是當主管這麼多年 你要遇到天兵的記者 我好想知道你這個女記者 然後當然他來當這個記者 是因為我們都叫 如果是這種不是考進來的 是被指派送給你的 我們都叫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樣 那因為他的家世背景很雄厚 那來了之後就看一下他的學歷 喔 就是有在國外念書 但是那個學校名字坦白講 我不是太聽過這樣 但是就是那好歹在國外念書 英文應該也溜啊 結果來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他會講英文 但是他不是那種英文 怎麼聽說讀寫樣樣精通 可以直接口譯的 不是這樣 好 那來了之後呢 當然就是一張白紙 什麼都不會 你就要負責教他 那他的國文造語真的很妙 我舉例 比方說他寫了一條 比方說東部去賞金 做賞金團對不對 那做賞金船 然後他說海豚在海上跳躍嘛 這個OK嘛 這很簡單 然後呢 海鷗在空中拍手叫好 海鷗在空中拍手叫好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講海鷗在空中拍手叫好 他說因為他們這樣子飛 因為他叫我 他說要看畫面描述嘛 我說我們不會講海鷗在拍手 你是要講他偏偏飛舞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講海鷗偏偏飛舞也不太對嘛 也不對 應該是蝴蝶吧 對不對 所以他的中文造語是這樣 但是好像因為他說他從小 可是因為海鷗拍手 很怪啊 他就這樣飛嘛 然後他就覺得看起來像在拍手嘛 那我就覺得說 你一方面把他擬人化了 二方面他也不是在拍手 三方面不會有人這樣形容 就是你要很耐著性子去教他 那這個時候小學生做文 會覺得有想像力來 但是他已經是在國外念書回來的 那他就是說意思是說 你應該讓他這樣做 不行啊 綠小會跳上去啊 這種撥出去你就被笑死了 那當然現在 當然現在有很多記者 新的記者 年紀輕的 他就會亂用成語 比方說他就要寫成語啊 舉例子 比方我們講 一覽無遺對不對 是講說 美麗的風光一覽無遺嗎 全部看透透嘛 比方說 李文婉身材真好 穿這件衣服呢 一覽無遺 太好身材 那你不覺得 乍聽之下好像沒錯 但是事實上根本就用錯了 一覽無遺吧 所以就是說這樣子的人很多 謝謝 那後來呢 好 待會兒來講 等一下 先休息請往後 一覽無遺怪 有時候是記者很重心的問題 有時候是長官 有時候是長官 3 3 2 部分 3 3 2 谢谢观看